HELLO,我是HONG KONG FENCING MASTER的COACH KIN 今天會和大家講講關於按隔 按隔在肩肌內是一個最基本的動作 基本上任何情況都會做按隔 做按隔的時候第一點 身要挺直,胸要挺起 第二點要注意的是兩隻腳要成L型 兩隻腳的膝蓋骨要坐低 膝蓋骨和腳尖都是指向前面 第三點要注意的是手肘 手肘和身體是一個手掌寬闊 手肘的前臂直指向前面 家長和孩子可以在家裡練習按隔 譬如玩一個遊戲叫東南西北 孩子很喜歡玩 譬如很簡單,家長叫指向東面的時候 孩子就會跳向東面做按隔 如此類推 這個遊戲讓孩子可以練習按隔的動作 可以做得更好一點 家長也可以和孩子一起享受Banding Have Fun!